來…今天兩位姐姐 都是這個單身 單身女郎 來 真好呢 你 現在單身了 尤其秀芳姐 秀芳姐的故事 大家聽起來好傳奇喔 那不只台灣民間故事 你聽聽聽 非洲民間故事 曾經當年最年輕 青春漂亮的時候 嫁到西非 不要挑西非 不要挑南非 西非 西非更多 南非是一個國家 南非是都種一個國家而已 西非 北非 到東非 是好幾個國家湊在一起 它飛過去 飛機要轉五趟 對啊 要坐五十個小時超過 沒有 連轉機的時間 是為愛走天涯 為愛走天涯 對 很簡單耶 後來說失婚啦 這段故事很精采 失婚 因為是流血的事 你不要這樣啦 你那是鼓勵人家啦 人家說中間牌出國比賽 我是六壁肚回來 你知道嗎 沒關係啦 不是光影逃動啦 最主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不管怎麼樣 我現在活得很精采 是 對不對 所以秀芳姐說 剛剛從非洲失婚 回台灣的時候 曾經碰到一位恐怖的追求者 對 因為他們那天 在講恐怖情人 我就... 我就像愛迪森一樣 腦袋就亮一個燈泡 就想到那個人 就說我也有 是不是 不是 我也有 是好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心情當然不是很好 在失婚的那頭幾年 結果姊妹她就常常出來 唱歌玩啊 喝酒啊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我很愛喝小酒 然後呢 有一天就無意間就碰到 朋友的朋友 姊妹 我們這些老女兒 一個年輕的弟弟 就來請我們唱歌這樣 結果我根本對她 根本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她小伙我十幾歲 我跟她媽媽 我大概只曉她媽媽 沒幾歲 就這樣子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呢 但是就是說 我們每次吃吃喝喝唱完以後 她就送我回家 因為我們就住 隔壁的長頭 我住來 她住大職 所以就很近 她說長頭我就是男方 對啊 我也是我 真的很順路 她過一顆就到了 所以她就送我回家 但是有一次 第四五次以後 她有一天送我回家 她就跟我說 你不請我上去喝杯茶嗎 我說不方便吧 我一個人住 我心裡想 你有病 三更半夜 我又喝得醉醉的 你幹嘛要上來我家喝杯茶 她就跟我 然後她就跟我 我就說好 謝謝 再見 但是那時候 我心裡已經覺得有點 苗頭不對了 後來她就突然 我要下車 她就跟我說 你住三樓 我說你怎麼知道 她說 她送我回家的時候 在樓下等 等我上樓去以後 看我幾樓開燈 這個也還好 於是我就慢慢慢慢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大家 妳當時幾歲 四幾歲吧 四幾歲 好 三十年前嘛 出來講 出來講 然後 然後 後來有一次 無意間 我正好去三重拍戲 出外景 然後她就繃一個電話打來 那我就 喂 你住 我說 我心裡想三重 對我們區域來說 完全是不搭軋的 我說我在三重出外景 好 我在三年寶 她爸爸媽媽住三重 好 她就要來探班 我說我工作 我沒有辦法伺候妳 我們拍戲的人都知道 妳如果來探班 我是要怎麼去輸給妳 她就跟真的一樣 好像要去參加金馬獎一樣 穿得 Bling Bling的西裝什麼的 然後皮鞋什麼 就好像她是男主人這樣 就來了 怎麼樣 什麼時候收工 當時要收工 走 我心裡 妳不要來害我好不好 好 總結就是說 就她演的一副 好像是妳男朋友 妳老公的樣子 對 場面做給現場導演 所有的工作人員看這樣子 我還在拍 她就在旁邊開一瓶小高粱 就跟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喝起來 裝熟 裝熟模仁 我心裡就覺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妳的交情 沒有到這個程度 然後妳又 以一夫男主人的姿態出現 總之就是說我收工了 然後我隔天還有早班 然後她就說我送妳回家 我就大包小包工作的東西 都放在她的車台 她一開沒有開回家 就開到 我們常常去唱歌的地方 嚇我一跳 開到我們常常去唱歌的地方 直接去 然後不放我走 然後就邀了一大堆朋友來 結局是怎樣你知道嗎 她倆說 她把現場所有的 杯子盤 玻璃杯 瓷碗什麼 全部卡到爛爛爛爛 那她喝這醉了 她一直放鬆 不是 沒有鬆 結局是很恐怖的 她就不放我回家 我說我要 我隔天要工作 我說我的東西放妳車上 妳已經把我押來吃了 對不對 我的東西在妳的車台 拜託妳的東西現我 妳讓我回去 妳不一定要送我回去 就這樣子 結局是她生氣了 她所有的朋友都來了 她去廚房拿菜刀 不是要撲我們 是自己撲到全身撲 撲到都會 我怕是這個情人恐怖不恐怖 我不是她的情人 對啊 連手都還沒牽過 對啊 也可以這麼說 真的 什麼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 也許她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妳是我的弟弟 我是在這些老小姐 出來唱歌 妳偶爾出來 跟我們一下 然後刷刷寶 我們就把妳當一個 可愛的小弟弟這樣子 那一次真的是好恐怖 警察都來了 她爸爸也來了 她結過婚有一個小孩子 小孩也來了 她爸爸媽媽都來了 小孩也來了 小孩一來就 又這樣嗎 感覺 這是 對 好可怕 這就是不放我 就是愛上妳就對了 我不知道 我太可怕了 我從此以後就 我本來是想說慢慢疏遠 我們不要一下子 這樣子說 說不理人家就不理人家 說不回電話就不回電話 說不接什麼 結果這個實在是 太可怕了 不行 恐怖情人 所以說 秀芳姐這樣讓妳有點害怕 說走過婚姻 感情裡的大風大浪 所以妳現在有沒有感覺 自己是得了恐婚症 碰到男生妳就 莉莫妳不要追我 我不想結婚 非洲回來以後 那個心情還是 非洲回來 老皮回來了 那個心情還是有的 就是說 妳對 要求一個希望 希望有一個伴侶 這一定有的 可是我們已經過了 那個年輕的 那個費洛蒙發達的時代了 你知道嗎 小時候當然會很喜歡說 有一個異性 大家來可以說話 可以聊天 可以說說笑 說句實話 我有一陣子很長一陣子 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 一個人去吃火鍋 一個人去看電影 生病一個人自己開車 去醫院給醫生看 那種孤單 妳工作完了以後 下班回家 妳會覺得說我要回家幹嘛 我回家也是一個人 就是那種 那種孤單感很重 很重 所以 但是我到了現在 我並沒有很迫切地說 想要說 成立一個家 因為我曾經有成立一個家 然後失敗了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落寞感很重 你會怕再失敗 那 然後又碰到這個恐怖情人 真的嚇死了 那也不是我故意去招惹來的 是啊 所以現在 也不是說恐婚 而是說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我覺得 我有一個伴 現在有一個伴 有 我現在有一個伴 有一個伴 然後能夠 客家兄弟 什麼 對 客家兄弟 客家的帥哥 他說客 很Man 我私下就說他是K 你不知道他的意思喔 他壞女人 他剛才跟我講 宜萍姐姐 我都變了 你也比較注意 對 所以我偷偷講 我們要讓別人知道啊 是喔 這個 男朋友形容一下是什麼樣子 我們體貌 好奇喔 看有沒有郎才女貌 應該算OK吧 而且他是做生物科技的 那最主要是 人家的履歷好乾淨喔 人家從來沒有結過婚 他倒楣 他碰到了我 他眼睛有問題 年紀呢 年紀小我兩歲 那也好 年紀小我兩歲 但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幾歲 我也不知道他幾歲 他就叫我妹 我就叫他哥哥 然後以後他就不敢叫我妹 我還是繼續叫他哥哥 可是小方這個年紀 你們在一起多少年了 嚴格來講應該十一二年了吧 其實他前面有跟你求過婚 對不對 對 那你不知道 剛開始的時候 那頭幾年 三年還是四年 頭三年還是頭四年 因為我一認識他 我就覺得 他是我的一塊大肥肉 我就趕快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這樣子跑來跑去 因為我現在跟他住台中 然後我就覺得 他說你這樣跑來跑去很辛苦 你的工作大部分都在中部 我是覺得 你不需要再去租那個房子 那時候我很慘 是租房子的 他說你不要再浪費那個租金了 他說你 你就找個時間 把你的東西搬過來 反正我自己 租那麼大的房子 然後他講那句話的 下一個禮拜 我就搬了 我用禮拜六 禮拜天 我趕快逮住這個機會 我 死亡給他 你聽到嗎 死亡 死亡給他 只賴他 我就趕快把東西 全部搬過來了 然後就這樣子 相處下來也很好 那你跟妳求婚那怎麼不嫁呢 那時候還在那個 試用期 也不是 四年了 試用也都該多那個 每個人的感覺 想要一個三歲 健康檢查也都檢查好幾次了 就沒有那個想法了 就沒有那個想法 也沒有那個慾望了 就是覺得兩個人相處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 會越來越簡單 那朋友越來越久 不可以 不到庭就不要再到庭了 我們就是生活是減去法 那我現在只有他 那所以我也覺得說 我的小日子過得很快樂 那次他跟我求婚以後 我正好到了工作的地方 我就跳下來 我說 我的保姆車在那邊 我就跳到保姆車 從此以後 他沒再提過 七 八年他沒有再提過 他沒有再提過 他不敢提了 那妳都沒有心裡想 永遠是說 為什麼不再為妳吃 最主要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但是人家不要結婚 想要結婚一下 對啊 我都很好奇 你的履歷像你要乾淨 幹嘛呢 跟我一樣 你認識 妳是沒有人要提 妳不要再笑 沒有 因為我身邊都 工作的都有男的 所以女的男的 其他追求者都沒出現過 所以我還是 理理也是很簡單的 沒關係 三位老師 我們清清白白 不要去遇到恐怖情人 對 就這個很恐怖 清清 沒意間 那也不是我們自己去抓 很恐怖